牽回 站步那刻,你的發揮 你就真的要控制自己 很多時候會受到比賽的情緒 影響到,加快了 模型之中可能會 中後段你會體力不計、失速 跑的時間不太好 所以你要掌握到自己的步速 步頻和事前的策略 很多跑手說跑完之後 又會流血 腳又有瘀血 一來可能是跑鞋的馬不適合 二來可能是腳趾那邊剪得不好 所以一定要謹記 之前不剪也好 前出門後一下一定要剪好 最理想的就是有一隻手錶 可以保持自己的節奏 還有香港馬雅松有個好處 就是每公里都有一個公里牌 所以你可以跟著公里跑 對手錶去看公里跑得適合你的位置 你避不到陽光位 唯有塗多些防曬 不要說真的貪美 始終紫外光對皮膚也不好 沒有都可以幫你擋陽光 但是始終眼睛就算戴了毛 陽光也會進去 我也會戴太陽鏡 如果是比較熱的天氣 我開始的時候都不建議跑手 跑得太快 就是說你原本的步速 譬如你原本打算跑五分鐘一K 可能你就嘗試慢一點 慢五至十個百分之左右 然後適應一下天氣 然後看看自己的狀態如何 以後才來跑 如果大雨的話 下車的時候可能會小心一點 因為都怕線 而且始終跑的路 平時都不會有機會跑到 高速公路、天橋、被車走的路 所以自己都會注意一下地下 那些凹凸不平或者水淡 儘量不要滑傷受傷 跑這段路對於我來說都挺新鮮和新穎的 因為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 就是以前舊機場的跑道 整段路都很舒服 又是直路的平路 都挺容易跑 還有沿路又會經過一些草地 那些人會在這裡野餐 又會欣賞一下海景 又會釣一下魚 有外國的感覺 至於唯一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可能進來這個郵輪碼頭 中間有段路 有個地盤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而且晚上在這裡又可以欣賞一下夜景 夠細 放鬆 兩天 還有兩天而已 緊張吧 最重要是爭取時間休息 我知道你一定有好成績 1月21號 香港馬拉松 加油